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民进党16日正式与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分手,选队会宣告将自提北市长人选,并建议党主席蔡英文启动征兆。 有律营立委表示,就算民调不高,也要自提人选应战被市长联合报报道,有律委指出,党中央决定启动征兆程序后,就一定要自提人选,就算党内自提人选的民调不高,也要坚持到底应战。 律委说,中南部有选民致电痛骂绝不能李让柯文哲,但也有中间偏蓝或年轻选民质疑为了不李让柯屁,所以正,负面外异效应都有。 但是,张化县,云林县等,可能相对有负面影响,尤其双位选情联动,更会直接波及民进党新北市长选情。